哈喽大家好 把鸭梨放到锅里面蒸一蒸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每到三分天我们家都会这样吃 方法简单一看就会 关键省钱又实用 今天呢就把老一辈人留下这个做法 分享给大家 下面这个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准备一个鸭梨放到水中 用手使劲的揉搓 把鸭梨表面的灰尘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以后我们捞出来 再准备一些黄芯放到水中 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 清洗好以后 我们把黄芯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清洗好的鸭梨用菜刀呢 我们给它一封为二 然后把鸭梨给它切入块 块的大小随意 根据自己的刀骨来定 切好的鸭梨一块 我们再放入到一个碗中 再把我们清洗干净的黄芯 也放入到碗中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它们即可 再把它们放入到蒸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上汽 蒸20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把它们取出来 这样就做好了 我们先把它里面的梨吃掉 再把里面的汤汁喝掉 就这样 每天来一碗 尤其是三福天 经常喝 你会发现有惊奇的变化 别看这个食材方法非常简单 底边包含了我们老祖宗的 智慧一结晶 它的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该说的不能说 这道朋友我们打到评论区 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老祖宗留下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好处有多么好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